生火去 简宁让大妞领着大宝 清理井周边的杂草 并叮嘱他俩不要靠近井口 然后才下到井底作业 积压的淤泥被简宁一桶桶的 直接倒在了白草间的药田上 直到出来的水彻底变清 他才上来拿了桶来搅水 令简宁没想到的是 大宝能够很轻松的就提起一满桶水 这还是在病中呢 可比那废物爹强多了 宝儿真能干 因为脑子跟不上 影响了他语言表达 所以大多数时候 他更加习惯用肢体语言 大妹更能干 不但可以照顾哥哥妹妹 还知道关心娘 你们呢 都是娘的心肝宝贝 娘会把你们全部养得白白胖 娘 红薯烤香了 别让娘瞧瞧 是不是可以吃了 丁又田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 先是在笑 笑着笑着 眼睛酸涩起来 简宁给四小只洗过了手和脸 上丁又田在家看着孩子们 她准备上山去打点野味 晚上给大家做顿好吃的 娘 田婶婶让小麦和小豆哥哥拿了甘草来 说衙门里有事 小豆哥哥的爹爹被叫走了 好 娘知道了 你爹在山上捡到一只撞死的兔子 晚上咱们烧兔肉吃 还有一半呢 送给田婶婶家 你和大宝一块去送吧 看到自己娃开心 丁又田看起 后来也格外的有劲 等简宁收拾完兔肉 她已经编好两块草盘 娘 小麦哥哥来了 田婶婶让她送了梯子来 还有兔肉 田婶婶不收 让爹娘拿去换钱 简宁 我娘说谢谢你 让你拿去镇上换钱 说往后家里使钱的地方多着呢 你拿回去 告诉你娘 她要是再退回来 她送我的红薯我也退给她 梯子也不用你家的了 那包调料也一并拿回去 好嘞 把小麦一下便开了笑脸 连灭蓝都不要了 扒掉盖在兔肉上的叶子 拎起半边兔子 撒腿就跑 一会儿我再来 我也能帮你们盖屋顶 好嘞 好嘞 好嘞